龙岩用陈醋泡两天 作用太厉害了 老一辈人的土方法 解决了很多人的问题和烦恼 知道的人不多 省钱又使用 今天就把这个视频分享给大家 下面一个视频一起来看一下 准备一些龙岩 又叫桂圆 把它放到盆子中 给它清洗一下 在清洗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它洗破 只要把上面的灰尘 给它清洗干净即可 清洗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 龙岩清洗干净以后 把它捞出来 放到厨房纸巾上面 我们把龙岩上面的水分 全部都给它擦干 或者自然的让它风干 也是可以的 龙岩擦好以后 放到一个碗中 倒住酿造三年以上的陈醋 然后再用勺子 把它们搅动一下 搅拌好以后 我们盖上一层保鲜膜 一定要给它包裹延实 不漏一点的气 然后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 泡两天 清过了两天 已经泡好了 把它倒开 保鲜膜 用勺子 舀入一颗龙岩 放入到碗中 倒入开水 把它浸泡一分钟 不烫嘴的时候 就可以饮用了 每天来上这么一碗 连续喝上一段时间 就会发现有很大的变化 别看这个食材 方法非常的简单 其实里边包含了老一辈人的智慧 作用一点也不简单 相信懂的人 看到这里 已经知道它的作用了 欢迎打到评论区 让大家都知道 今天老一辈人的这个方法 就分享给大家了 非常的实用 又简单 赶紧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